大家好 今天又来到美洲华尔街预测专栏节目 首先中国的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新的一年是虎年 希望投资者虎年能赚大钱 在此老王给大家拜年了 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华人听众朋友 华人投资者观众朋友 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我们华人投资者持有很多中小盘价值股 那么今天周五的时候市场 特别是Rawso 2000 在早盘的时候创下了一个新低 然后出现了反弹 那么我在直播间也跟投资朋友讲 这个罗素2000即将见底 因为我从这个五浪的结构来看 认为罗素即将见底 那么盘中也买了IWM的股权 齐权Option 那么当时有我们的直播间的会员朋友说 为什么老王你喜欢IWM已经跌了很多 而且加息周期对这些小盘股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我今天也在咱们的齐权直播 和Crazy王的美股齐权这个专栏节目当中 也给大家看了Robert Kelly 一个非常著名的波浪理论专家 在今天收盘 他认为罗素2000非常可能是五浪下跌已经结束 这意味着很多中小股票可能已经见底 大家就可以安心过中国新年了 因为很多华人投资者买的都是一些成长股 比如说阿卡姐 还有一些我们以前的网红毛票之类的 那么最近跌的也是让大家新年都不好过 那么终于我们看到罗素2000也非常买面子 在中国新年之前 周五出现了一个大幅回调 然后再度冲高 特别是一个五浪的结构 代表整个的大四浪已经结束了 大四浪当中的五浪下跌 那么随后可能会走出12345中长线的一个上涨的走势 当然这个仅是我们的预测 仅供大家参考 我在盘中的时候也跟大家讲 我比Robert Kelly还早一点 因为他只有收盘视频 那么这张图就是他说的 罗素2000通过一浪二浪三浪下跌 四浪反弹五浪下跌 今天终于见底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所以下周我还是看好这个大盘的一个上涨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周K线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 一般我会把这个周K线 是10周和30周均线EMA来判断 那我们从这个QQQ 我们华人投资者从非常喜欢的高科技股来看的话 虽然近期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跌 但是从均线来讲 我们并没有出现一个所谓的一个死差 而且在349QQQ这个level呢 今天又收在这个点之上 这个均线呢也保持着一个 基本上一个牛市的一个结构 如果这个死差10周穿越30周 那代表这个结束了 这个整个的牛市已经结束 而且如果从这个日K线来讲 我们下周非常可能去反弹这个200天均线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量呢 也是在这一周呢 放出特别的量 特别大的量 那么大家都知道 在底部呢 通常呢是多空 基本上趋于一致 所以我觉得大家呢 这一个星期呢 未来的这个中国的新年呢 这一星期呢将是一个 应该可以过安稳 安稳的一周了 首先我们不大可能会出现一轮 这个像现在这个星期的 罗破布式下跌的一种 非常惨烈的格局啊 那我们来看SPY 本周呢 周K线的量也是放大 而且呢 这个426.86前期低 10月份的低呢 也守住了 弹回来了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IWM 也就是Rosso 2000的一个 weekly的chart结构 那么Rosso 2000的这个时差呢 的确已经产生 但是本周呢 量呢 要应该比在前一周呢 也是大幅的放大 而且走出了 在底部呢 走出了一个长长的十字心 另外呢 我也是在咱们的每天的直播节目啊 就昨天没有做 我给大家看了这个tuntable啊 就是时间之窗 那么从第一个时间之窗 我们来看的话是1月16号 它的建低的点呢 是1月18号 1月18号因为是1月17号 是holiday 这是我们一个时间之窗 另外最新的2月24号 1月24号这一天呢 我们看到了 这个恰恰呢 是什么 这个恰恰呢 1月24号呢 应该是周一 也就是暴跌的那一天 那么我们看到了 到今天为止 周五呢 我们都除了罗素创新低以外 其他如果以SPY 因为这个是S&P500的Fibonacci的tunt时间之窗 也是24号见底 下一个时间之窗呢 要到3月16号啊 所以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大盘非常可能已经见底 下周呢 如果朋友们想参加我的直播啊 因为我觉得下周呢 将是一个赚钱的一个机会 欢迎大家加我的微信 或者大家想参加我的这个电报群 我里面有一个疯狂老王 美股齐全啊 这个 这个 电报群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加我的微信啊 另外呢 我就是 来给大家看一下 下周的重要的业绩啊 和这个经济报告 那么下周呢 我预测是上涨看好的个股呢 是IWM 或者TNA三倍 杠杆的这个小盘股的ETF 那么下周重要的业绩呢 我们来看这个周一的话 我刚刚 咱刚刚已经 其实已经 做了 周一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周二有一个ExxonMobil在盘前 大家都知道今天 我们看到这个雪佛龙啊 他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下跌啊 因为他的业绩虽然不错 revenue不错 但是这个profit好像没有达到市场的预期 出现了下调 那么下周二盘前的 这个ExxonMobil 全球最大的能源股呢 非常值得大家注意 因为能源股最近的走势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的直播节目 免费的 每天的直播节目呢 也给大家讲了哈 有些朋友做这个油气股 赚了不少钱 这个ExxonMobil在这个大跌的市 周二盘后是两个重头戏 是AMD和谷歌啊 那么周三呢 我们继续来看啊 周三呢 我们有一个 在盘后呢 我觉得呢 我刚刚有在复习啊 我在复习 我在预览的时候呢 周三的话 周四呢 我们迎来了亚马逊啊 亚马逊的业绩 周三啊 周三的话 我刚刚再看了一遍 没有特别的 让我感兴趣的一些公司啊 周四的话 就是亚马逊啊 亚马逊啊 将会公告业绩 那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重要的经济信息啊 经济报告 那么周五的 下周五的 非农就业数据是非常重要 这次非农数据 这个预计不高 15万左右 而且每小时工资增长幅度 0.5 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还有失业率4% 周一呢 是芝加哥PMI数据 在9点45分 东部时间 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ISM制造业指数 如果大家听我的直播 我们的免费直播里面 这个指数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看他有多少这个回调 因为这个策略分析师预计呢 只有ISM指数跌到一定幅度呢 才会出现这个大盘见底 当然这是经济学家的预测 但是说明我们非常值得注意 好吧 谢谢大家 祝大家中国新年愉快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同时周日呢 我们在非常重要的一周的开始 我们会讲股票期货 美股的期货是在6点钟 东部时间开始 我们的直播呢 是在晚上的10点钟 东部时间 周日晚上 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参加 那么加微信了解更多 谢谢大家